台灣連鎖麵包店在美國大局展店 每次開幕都大排長龍 不只台灣人懷念家鄉味 也吸引美國人嘗鮮 還有台式甜點和手搖引插旗 前進美國新東向成為新浪潮 AIT與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攜手舉辦論壇 讓有興趣的廠商認識當地商業環境 我自己是一個台南的媳婦 台南的美食非常好吃 我希望我們可以把台灣的魅力帶到美國去 規模經濟上面 他們採取低價的策略 各方面的影響 所以在這邊測出的是越來越多 整個市場的變化的考量 我想美國都是一個非常重要開花的地方 這幾年中國經濟下滑 尤其疫情三年影響大 導致餐飲集團在當地獲利越來越差 不少人淡出市場 轉往美國發展 加盟協會統計 目前已經有45個品牌在美國開店 目標三年內在世界五大洲 可以擴大到1000個台灣品牌 並培養一萬名人才要打出台式口碑 目前我們會是以兩個品牌為主 一個是國務的品牌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日式或是韓式的燒肉品牌 中國大陸市場這邊是採取比較保守觀望的態度 那事實上對於整個美國的東進這邊 其實整個積極跟態度都其實非常的積極 純粹的圓塊的食物 其實對於消費者來說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美國當地的物價指數當然比台灣的稍微高一些 所以在對台灣來說我們就會做一些調整 多次赴美考察 也則先鎖定華人和亞裔市場 也期盼透過AIT活動更了解相關法規 減少前期成本 把台灣美食和服務帶入西方市場 民視新聞楊斯敏 李志瑞 台比報道 他們需要開始了解 把台灣美食和服務帶入西方 的電腦 變成201 3 3 4 7